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找人鉴定过 这两个才智是一样 那就是吴振锋的 谁 谁给你鉴定的 有没有司法鉴定资格 符不符合司法鉴定标准 报告 谁啊 进 林局 什么事儿 报告 我再次申请将胡进山案 化工厂毒品交易案 和三两天的吴刚案定个案检查 林局 我刚刚去了吴振科 你看啊 这个 是胡进山凶杀案发现场发现的浴室碎片 这个 是化工厂毒品交易案发现的御均 这证明这两个是同一个人 这个是我的 这个是吴振锋的 所以我基本判断了 吴振锋他回来了 因此我再次申请并案处理 同时全线通计吴振锋 我认为这是我们的突破口 这些跟刘队汇报的吗 案子太大了 我想直接找你 吴振锋一打 撤去 什么意思 您同意我的建议吗 不同意 你分得清楚什么叫证据 什么叫猜想吗 动不动就通计 多大动静啊 要耗多少警力 你想过没有 你承担着刑吗 我找人鉴定过 这两个材质是一样 那就是吴振锋的 谁 谁给你鉴定的 有没有司法鉴定资格 符不符合司法鉴定标准 那也不能放在线索部去查吧 这两个现场都发现了 吴振锋的玉坠和碎片 这就是证据 好小子挺好了啊 三年了一千多天了 这个东西 是不是吴振锋的 有没有可能丢失 被人抢了 偷了主任把他给当了 中间要过多少手 想过没有 怎么就凭现场的一个东西 就证明吴振锋来过了呢 邻居 我认为他就是吴振锋 今天现场跑的令 一定就是他 证据要确凿 一看见的未必就是真相 有一定的观察能力 观察到细节了 证明你是一个好警察 你动脑子了 但是 司法证据不是靠单一的物证 而是靠一个完整的证据链 你有吗 拿出来给我看啊 上大学的时候 教官是这么教的吗 现在就凭一个现场的物证 就来主观的异端来猜想 这要办 带来多大的后果 你知道吗 这要害人的 好 那个 刚才我有点冲动啊 来来来 陈爷啊 你也别往心里去 没别的 就是一个老警察 想跟你说两句 你们现在在断案的时候 要想着深一点 好 你看 你看 你现在这个状态多忙碌啊 行了 出去吧 等等 无证归等 不能我 你看 如此 你看 多么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